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格米莱3005C咖啡机的操作方法 我们收到心机的时候 先将机器后面的水箱抽出来清洗干净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纯净水或者布滤水 然后大家记得不要在里面加入热水或者是牛奶 我们来看一下机械操作面板上面有三个按键 分别是电源开关、萃取开关以及蒸汽加热开关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可视压力表 压力表在萃取的时候才会显示压力 那么上面是机器的温杯区 我们可以提前将杯子放在上面温热好 下面是一个移动式的一个接水盘 我们记得要及时清理掉里面的废水 中间是我们的萃取的冲煮头 这是我们的一个遮气感 来制作一杯咖啡 打开我们的电源开关 然后等待预热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萃取的指示灯已经常亮了 那么我们去准备20克左右的一个新鲜的咖啡粉 研磨好然后填压在我们的粉碗里面 那么在萃取之前 我们记得要先放一下水温热 并且清洗一下我们的抽煮头 然后我们扣上手柄 把手柄拧紧 放上我们温热好的咖啡杯 按开萃取键 下面我们来制作一杯卡布奇诺 像刚刚一样我们制作一份意识浓缩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冷藏过的全汁牛奶 然后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蒸汽加热开关 加入我们的蒸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蒸汽的指示灯常亮了 代表蒸汽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那么在打发之前我们先放一下蒸汽让它更干燥 好让我们调整好打发的角度 以及没入的深度 我们将蒸汽杆放置在偏离中心点的位置 然后蒸汽头贴在牛奶表面就可以了 在打发的过程中我们的手要稳一点 然后保持静气 打发到有点烫手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拿一个湿的抹布清理 蒸汽杆上面的一些奶渍 然后再放一下蒸汽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奶泡的质量 非常的细腻绵密 而且没有大气泡 高胸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